哈喽,大家好,我是唐木鱼 上节课呢,跟大家讲了地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里头的两个主要的内容 一个是料河,一个是料冲,对吧 那么冲和河在我们八字八端命里头呢,也经常会遇到 因为呢,它往往是来,是作为一种硬气啊,流年的硬气啊 来看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 因为一旦冲和这一旦河的话呢,往往就是也是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特征 那么我们今天呢,会来讲地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其他部分 其他部分里头的话呢,我们要首先讲料亥 讲料亥之前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料河的概念 料河呢,我们说是平行相合的是吧 平行线像这个维度线一样的 那么相害的话呢,就像精度线一样的啊 就是垂直相害,这个是等于是垂直如果闷子 真一点的话就是等于是数值的啊,数值的关系是相害,量量相害 那么相合和相害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本来呢,你看五位相合啊 五位比如说合伙 但是子五一冲就会把五给冲跑掉了 那么人家五位本来是一阴一阳啊 小两口谈恋爱挺好的感觉 是不是啊 你这个子水跑过来把五位给冲跑了的话 你说留下胃土一个人在那边孤苦伶仃 他不要恨你这个子水吗 所以的话呢,这个就马上就来了情绪了 所以子卫就变成了相害了 你害了我,那我跟你没完 那同样的,你子丑本来也是相合的 是吧,子丑相合你五一冲子 那个丑不就要恨那个五了吗 学著是一样的 都是相冲和相合的概念 一叠加就变成了相害了 四生和,比如说本来四生和水 四生和水也是一男一女的关系挺好的 是不是啊,结果呢,你隐身一冲 对脚一冲,把深夜冲跑了 那四跟你隐就没完了 所以隐和四也是一种相害的关系 当然呢,隐和四的话 以后还有其他的关系也会在这里头 我们这个以后再讲 所以的话呢,凡是相害的关系 都是相冲和相合跑过来的 那么,有这个里头一看的话呢 我们以后就能知道 大概命带这种料害的关系 我们盲牌也叫撂穿 穿衣服的穿 这就等于是把你穿坏了 是吧,拿一根针一样的就穿过去了 是吧,或者羊肉穿一样的穿起来了 反正就是给你这么一穿 把它穿倒了也好 穿坏了也好 总之来讲的话呢 就容易有是非 你看人家谈恋谈的听话 跑过去给他们搞了就是惹麻烦了 所以的话,命带撂害的人 往往容易招惹是非 甚至是活或者犯小人 就是有这种可能性在这里边 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呢 就会,尤其是有些 你像这个饮和室的话 还木生火 本来它们还有相生关系的 是吧 但是你看纸和味的话是土壳水 它本来是个香壳的关系 香壳的关系 再加上一个香害的关系 那感觉好像就更严重了一点 是不是 那么,比如说过后还 生害的关系是金生水 本来是香壳的关系 尼泊尔也搞了一个香害的关系 这里头 所以地质里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 原因就在这里头 因为它错综复杂的比较厉害 当然命带撂害的人呢 也往往有的时候呢 就是也很有上进心 也比较有冲进 这个倒也是有的 那么,在那个叫 盲派香川里头的话呢 有香川的概念里头呢 它有很多 有些,包括其他的说法 比如说以后学了石神 以后说本来一个是七杀的 被你一穿 胸绳被你一穿 可能反而把它穿好了 穿成一个正观了 还有这种说法 但是这个我没有太研究 不晓得是不是真有这种验证的一个方法 但是我觉得只是可以这么一个提一提 大家大概有个了解 说香川还有 有的时候有这种穿反的功能 是吧 就把这个正的穿成反的 穿成正的 还有这种方法 这个功能 这个一般命令书上没有提到过 我也没有见到过 只不过就是 有这么一个说法 来跟大家提一提 好 那么这个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关系呢 就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三河 地支三河的话呢 之前如果我们学的好一点 我们就知道 生子城 三河水局 因为它中间的这个子水 是中神 那么 生呢 是水的掌身之地 我们还学过五行的十二掌身功位 是吧 生就是它的掌身 水的掌身之地 子呢 就是水的这个地望之位 成呢 是水的木库之位 所以它就是生万库 生万库组成的 那么生子城 就是三河水 那么银五须呢 三河火 因为中间的中神是五火 所以三河火 亥某位呢 是三河木 因为这个是某木嘛 中神是某木 四有丑呢 三河金 中神是有金 那我们这里头画呢 就是这个正三角形的关系 银五须啊 生子城啊 是吧 我其他没有画 还有四有丑啊 然后还有亥某位啊 都是正三角形的关系 这么一画呢 就会比较多一点 那我喜欢这个 廖茫星的感觉 那么好 这个三河局呢 往往对这个命局 有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你想我们命局里头 地支总共才四个 你三个都已经合在一块了 是吧 所以的话呢 你看对这个整个的大局 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绝大部分的力量 都被你说掌控了嘛 是吧 那我称下的 八个字里头 称下的还只有五个字了 如果去掉日主的话 也只有四个字了 是吧 等于是对日主来讲 外面七个字 是我的主要的环境因素 其中三个字 已经联合起来了 那你说这个环境因素 对我命组的影响大不大 那肯定大嘛 所以的话 甚至有些人 直接看到这个三个字 就直接论格局了 直接拿它来论格局的 那都是也很常见 那么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三个局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条件 要求它是不是要相邻啊 不能相隔啊 在我们的观点里头来讲 是不需要 只要弟子出现三个字 不论你有没有相隔的 通通都论三个局 论成功的 那有些师傅会觉得 不一定要看什么 这个某些特殊的情况啦 我们是没有条件的 我们就是看到三个字 就论三和局 那么如果命组里头 没有出现三个字呢 比如说我只出现了生和子呢 这个就论半和 生和子论半和 子和成也论半和 半和水局 半和呢 比三和的力量要来的小一点 但是也还不错 银武半和 武虚半和 亥某半和 某位半和 室友半和 游丑半和 这里头大家看到半和的特点 都是带有中神 也就是说 你中间的主要力量 都是在 我们凝聚在你的周围 可以半和 少一个搭档没有关系 少一个搭档没有关系 当然三和就更好了 三和就更好一点 那么如果说 我们如果是只是生和成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 它能不能算半和呢 这里头又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说能 它就是算拱 拱一个子出来 拱嘛 就是像人家喜欢打牌 有个玩玩的游戏 叫做拱猪是吧 就把你拱出来 这个子是它拱出来的 那么有一些老师的观点呢 就是认为 只有生和成在一起 我们不论半和 要论拱也得讲条件 比如说天干要相同 比如说大家都是 假生和假成 那么我们能拱出个子来 而且呢 要这两柱啊 要是相连的 就相邻在一起 不邻还不论拱 那么有些老师呢 我就说了 他其实没有这么苛刻 那么另外一种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天干即使是不同 但是因为我生子成 是要本来是和水局的嘛 你这个忠神不在 我本来是和不成的 可是因为我天干 透了人水 也是一个水 那么人生坐在上面的话呢 有些也是论拱 是能够拱的 因为为什么 其实忠神在了 他只不过 从地支跑到天干去了 跑上去了 跑上去 他就是发言了 有发言权嘛 我们说是吧 那么本来你在地支 也有发言权 因为你和核动了 一旦你动了 你都是有发言权了 轮到你说话了 是吧 你推到天干上去了 也轮到你说话了 那么这种情况底下 如果说是终神透出来了 透出来 比如说这个五火 也透出来 丙银 丙银日柱 然后呢 只有一个虚 中间没有五 那么也论拱 拱出来了一个五火 等于是年五虚 因为他已经有 这个 这个话神透出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知道了 这从 关系以后 那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大运里头 只有一个字 但是我 不是 圆明局只有一个字 但是到大运里头 又来了一个字 然后到流年 又来了一个字 这个呢 也能够合起来 三合局 这也能合起来 只要我们碰到了 这种流年 那往往也是 一些事情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一下子发生了一个 大的一个组合了 本来命局里头 没有什么组合的 被你下子来了一个 大的组合 生子成三合局了 那么也就象征着 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对吧 要么你可能 这个结婚啦 要么你可能说 要生孩子啦 就看你到底是 和洞的什么工位 是吧 什么料清新 这个就要带进去 一起来论 好 那么 三合是一个 蛮重要的概念 那比三合局 力量更大的人 就叫三会局 三会局的话 其实我们老早 就接触到了 就是我们讲 第一课的时候 其实就讲过 亥子丑 是北方水 是吧 银卯城 是东方木 四五位 是南方火 身有序 是西方金 他们之所以 力量这么强大 是因为他们本身 都是在同一个方位的 又是在同一个季节 是吧 所以的话呢 他们的相对的力量 表现出来 对外一致性 比如说这个都是春季 这个表现出来都是春季 这个表表出来 表现出来都是夏季 所以他们三个合在一起的话呢 就比较比较强大 但是三会局没有半三会 比如说四合五在一起 我能不能论 这个叫半三会呢 这个不论半三会 五合位放在一起 是论六合 这个我们知道了 是吧 但是四合五 不能论什么半三会 卯和成 我们知道这个是相害的关系 前面说相害的关系 他们不能说半三会 尹和卯也不能说半三会 这里头我们没有半三会的概念 好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 三会局的力量是大于三合局的 可是虽然说是力量是这么大 但是往往很多情况底下 三合局的这个影响面更广泛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打个比方三合三会啊 因为你们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嘛 比如说就像老相会一样的是吧 老相会大家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联系的一个基础 有个纽带 因为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都代表了 比如说你们都是河南人 你们都是北京人啊等等啊 这个就感觉你们在一起的话 好像挺有力量的 是没错 但是的话呢 不代表你们这个思想完全统一的 你们为了一个统一的共同理念 你们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感觉 而我们生子城本身啊 他们是你看来自不同地方的 是吧他不同地方五湖四海赶过来组成一个局的话 那一定是往往有相同的理念 把他们组合在一起的 有共同的奋斗目标的 所以他们这个的强烈信号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的话呢 这个就有感觉你是每一个 这感觉都是不是一样的五行啊 就像海洛空联合作战部队一样的 不是全是这个地面部队 是吧 我们是海洛空三军联合 联合起来 那我们去共同去作战的话 这感觉这个威敌就非常强大 所以呢 这是地制三合和这个三会的一个区别 那么好 我们知道了三合三会 还有料亥 料合 对吧 还有之前的料冲 那么我们地制里头的绝大部分的关系呢 都已经等于是讲好了 也是比较重要的这种关系 比较容易看 那么剩下的一部分的话呢 就是包括三行 包括这个盲牌里头讲的破 等等的就是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解释起来呢 也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 所以的话呢 我们会单独再分开来讲 今天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先把这一块内容讲完 其实这一块也记的东西不用太多 是吧 记的东西不用太多 大部分情况都已经也讲过 只要知道一个平行相合和垂直相害 是吧 然后三合局和三会局 其实之前也已经带着讲过 这个包括申王库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 是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是对地制的作用关系呢 已经有了一个大部分的一个了解 那么下一堂课的话呢 我们会把地制作用关系里头的最后的部分 就给大家讲完 讲完之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天干的这个作用关系 地制的作用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八字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容易分析之间他们之间的相关的作用关系了 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师审 没有学廖青 没有这种格局 没法完全套进去 但是你可以先通过找关系的方式能够把一个八字的这种相应的关系给找出来 盲派里头讲的话 他们里头有哪些做工啊 是吧 做什么工啊 就先把这些关系给找出来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等于是说基础的一个训练 好 那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